盖了冒了兄弟们,贝爷今天刚刚来到海岛,就发出了给给给的求饶声,原来节目组为了增加难度,特意将贝爷降落在了一个即将被海水淹没的小岛上,好好看,好好学,贝爷教你如何逃离,他先脱下衣服,然后将他装入背包中以增加福利,接着贝爷直接跃入海中准备往对岸游去,但是很快,意外发生了。 好家伙,我直接好家伙,贝爷这次遇到的是一条18米长的大鲸鱼,对面这样彪悍的大家伙,贝爷要傻眼了,激动的泪水直接从嘴角流了下来,但是就当鲸鱼看清眼前的人是贝爷后,直接潜入深海准备草离,就这样贝爷成功错失了一顿大餐,等到贝爷登上海岛,他准备制作一个求生篝火堆, 先用树枝搭建一个三角形的固定框,接着在里面铺上极易被点燃的干草,为了提升被救援的机会,贝爷甚至还用上了从海滩上捡来的拖鞋,比起白烟,黑色来得更加的醒目,等到最后,贝爷重新找来干燥的香蕉叶,将它揉碎后制成火把,只有这样才能保证随时都能升起火堆, 最后贝爷在火堆上盖上一层香蕉叶,以防干草被雨水打湿,做完这些,贝爷继续溜达了起来,在这样海滩峭壁上,通常都有滴水的痕迹,可坏了的贝爷也管不了那么多,直接吸溜一口,这滋味真的不是一般的美味,但是他转念一想,这样吸不仅显得有些变态,而且效率低下, 于是机制的贝爷又从海滩找来塑料瓶以及绳索,他先将绳索塞进棉缝里,另一边塞进瓶子中,这样水流就会积少成多,下面贝爷还要找更多的吃的,他先找来木头,将它一头削尖后制成一个三角叉,接着他又从附近的珊瑚堆中找来螃蟹,将它拆开后直接扔入水塘中当起了诱饵,很快,鱼群就朝着贝爷的水塘中游了过来, 只见贝爷滋溜一声直接跃入水中,好家伙,贝爷这次成功抓到了一条三公斤重的斑鸡鱼,它有着尖锐的牙齿,以及尖锐的背刺,当它受到威胁的时候,就会像这样竖起来,形成倒钩,防止大鱼将它吞下,贝爷也不客气,直接挖下眼中尝一口,这里富含很多的体液,如果在野外找不到水源的时候,可以用它应急,好家伙,我直接好家伙,有了食物, 接下来就该寻找营地准备过夜了,为了安全,贝爷重新来到丛林,他用树枝撑起捡来的鱼王,接着用绳子将它绑在粗壮的树干上,最后贝爷躺上去试一试,好家伙,好一招自己摔自己,贝爷重新找粗壮的绳子加固一番,这次终于可以睡个安稳觉了,等到坐好床位,贝爷又找来木头将它悬挂在床铺上方, 接着贝爷又用绳索制作出屋顶框架,最后找来大量芭蕉叶填补屋顶,很快,一个荒野临时营地就做好了,到了晚上,贝爷升起篝火,品尝起了美味的斑鸡鱼,艰难的度过了一夜,等到第二天一早,贝爷重新来到海边寻找起了海鲜,牡蛎一般都藏得很深很隐蔽,所以贝爷决定亲自下海, 好家伙,我直接好家伙,这叫声真的绝了,不用三分钟,一只牡蛎就成功落入了贝爷的手中,他先打开牡蛎外壳,然后将里面的脏东西全部去除,最后尝一口,这滋味,真的不是一般的美妙,等到吃完早餐,贝爷决定制作一艘木筏出海求生, 他先从海滩上找来浮沫当作木筏船底,接着用缆绳将它们全部固定,为了平稳,贝爷又找来一些塑料和竹子,用它们给船只整体加固一遍,做完这些,贝爷找来一块木板,将它穿动后直接用绳索固定在木杆上,等到木筏做好,贝爷直接推着他开始往大海的位置出发,但是很快,意外就发生了, 好家伙,我直接好家伙,贝爷的小船这次居然经受住了海浪的摧残,就这样,贝爷顺着海浪,成功飘进了另一座小岛的村庄中,完美地完成了本次任务,喜欢的大佬别忘记关注哦,